来看到现在大家很生气的一件事情 就是都已经到这步田地了 怎么好像 这个苏葵啊 你还是手继续的伸得很长 难不成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派系还是在你心中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包刮了王国才走马上任 这么样一个人事案呢 说苏葵定的 好可是呢 就连民进党内部都看不下去了 陈明文先跳出来讲说 哪有这种交通部长扛政治责任 次长升官 这怪怪逻辑不太对吧 再到什么 再到现在呢 才刚刚因为牛肉面 引起超大争议 而黯然下台的丁一鸣 说其实他从来没离开过 现在呢还回来领了11万的月薪 当行政院顾问 就连他们自家的 陈廷飞委员都看不下去 说这社会观感 那真的不好啦 现在则是又有人爆料了 说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 台铁局长悬缺了三个月 先前林家隆也说他提名过去 苏贞昌就是不要 所以呢 现在这个缺就有人爆料 其实是苏贞昌 手伸得很长 终于把他给捕食了 大家就在问 为什么我们的霸道总裁 霸道院长 能够这么样的霸气 有人说是因为他就吃定了蔡英文 找不到其他的人来当继任的隔回 被批吃相难看 来看蓝绿说法 昨天有院长也已经对外说明了 然后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也应该回归到体制当中 体制怎么走就怎么走 尤其其实立法院跟行政院原本就有一个平台 那我相信每一个部会重要的首长 在重要的内部会议 没有一个人会所谓的将讯息外露 那为什么会有讯息外露 你直接用电话打来做一个询问 确实是有点比较不适当 他有苏贞昌可以靠 所以苏贞昌已经变成蔡政府的一个伟大谷调 蔡英文总统要注意这个事情 我相信陈英文昨天去放炮 这个王国财前天把 这个应该是某种程度是蔡英文的意思 苏贞昌院长现在正在想尽办法 强力的护卫他这个隔魁的职位 所以什么话都敢讲 那我还是要劝劝苏院长 任何的发言都要尊重国家的体制 没有错 相关公股银行的人事权是在行政院 没有错 但是用这种嚣张跋扈的态度来面对所有人的话 我相信不只是在野党不满 我觉得连民进党执政党内部都会有非常大的争议 好真的什么都是我们苏院长说了算吗 现在啊说这丁移民那个时候呢 还被爆料 被人家发现 说原来他拿着行政院的工款 还打捅鞭有没有 去请其他的人来吃牛肉面 为自己平息争议 好当时走马下台的时候呢 大家还讲说希望他能记取教训 没想到 其实他从来没离开过 也有人在问了 说这个时候再把他叫回来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真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人才吗 好这个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哎也是民进党 你看跳出来讲话都是民进党自己人啦 王世坚就讲说苏贞昌你这样做法根本就是 抓一把堂来给你拎嘛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 而国民党的立委郑立文 哎讲得更不客气了 他说这其实就看得出来 苏贞昌他本人嚣张跋扈目无法纪之外 就连他的子弟兵也都一个样了 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 甘愿自甘堕落 成为民进党政府的遮羞部 为民进党的错误政策护航 即便是昧着良心 即便是违背自己过去对选民的承诺 一路的护航导致我们的国会地位低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嚣张跋扈 到我们立法院的院长游锡坤都受不了 公开出来要求行政院必须收敛 尊重两个平等的宪政机关 立法院跟行政院不只是对等的 而且立法院是监督行政院的宪政机关 一个切身不明犯下重大错误 被调查起诉 被停职辞职下台的丁一鸣 居然可以这么嚣张 直接打电话给立法院的院长 说三道四 不仅严重的破坏违背宪政秩序 凶辱侮辱国会议长 更凸显出行政院长的嚣张 目无法迹 破坏民主制度 欧帮助 很不容认 这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